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牛 在南京想抓我都没抓着吧 其实我这边有这个张家岗的联系我 然后连着开车开两半小时又到张家岗来了 然后一会儿看看是在车里面交易 还是去他家里有一些纸币 有车工啊,三板币多一些 然后好像有被绿和被绿水 但是被绿水的话,看着图片上看着是不对 一会儿看看实物吧,看看对不对 有点犯困开车开酒了 好,你先看一看啊 我也不太清楚你知道吧 我这个是说的二十多年前我收藏的 我算你们专业是吧,过来看 我这个包让我拿下来 这个电筒是吧 对 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这个很快的 您这里面啊 我可是实话实说告诉你的 没关系,你像这个十块的五块的 在图片上看着还行 但是实物看着都不对的 这个啊 嗯,这都不对的 您这应该是在什么市场上或者什么地摊上买的东西 我也在国安店买的 国安店买的 对,假的这件 这个啊 刚才这四张车工啊 嗯 你看这三张我给你放过去 这属于一眼假 那个我得用放大镜看一下 放大镜的 对,这三张全是假的 因为你一看它的纸张一摸 包括后面这些细节 嗯 它是这种印刷技术不一样 印出来的一个纸张也不一样 这个,这是真的 但是这个拖拉机这种不值钱 对 应该你们一看就知道 呀,走红背绿啊 这,这也不对的 那个也不得是吧 这也不对的 纸张一看 20多年前就有这个了 有,有,早就有这个的假的东西 这个呢 背绿的你看看 哎呦,你看哈 嗯 这也是不对的 这个啊 你看背绿水印 看见没有 嗯 这个水印它属于防伪标志 它不可能肉眼直接 没透光就看出来的 哦,这个 你看那五角星 是吧 这样子不用透光都能看出来的 是吧 这个地方你说 对,这个五角星 你看就平放着这就能看见 嗯 这就是不对的 明显的 这就是 这背绿水也是 而且这不是纸张 有点像塑料的 不如有凹凸感是不是 对,没有凹凸感 其实是就跟那种打印是一样的形式 印刷出来的 是吧 哎,对 它那个技术是不对的 像这个也不对 这个背绿也不对 这个背绿也不对 这种你会放大看 能看到一些那个 起毛边 起毛边 对 这扫红也别拿出来了 这也不对的 你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这个倒都是真的 但是 这个不值钱 我先把这背绿跟背绿水给你放进去 就那个车工啊 你也是存衣 你这个这一张跟那三张是一起的吗 当时一起买的吗 对 那张看着还行 一会我拿放大镜再看 嗯 反正这一半 耶 反正我们不懂 但是 后来我一直没买过了 我知道市场上家伙太多 对对对 你有没有花大钱啊 没有 没花大钱呢 没事 当然每个教训 当然往往就是这样 对 这都是 这都是学习品 这是学习品 对 您这一套如果都对的话 这 现在应该是四百万左右 你想想 对啊 怎么没有那么大 在市场上随便 对 我也就是当着玩玩 对 这个当着 放大钱没有那么必要得了 对对对 你不专业呀 对 你不知道真假的话 千万别花大钱买这些东西 花大钱买 那就快大了 对 这个当个学习品也行 大黑石 像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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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的话 这也得值个 值个钱 但是也不对的 这是您在一个地方一下买来的 不不不 这不是在那 这个我到叔叔去买的 在叔叔买的 对 我到叔叔去旅游的时候 嗯 看了那个叔叔 叔叔被我补完市场 嗯嗯 文庙 对文庙 对 嗯 这都不对的 这都不对的 对 您要是平时在网上购物啊 要在淘宝上买 嗯 买过东西哈 你一搜 第二套 样品 就是这种样板币 就是人家工学习用的 学习币 嗯 就跟这种是一模一样的 哦 哦 这是民国这个东西 白衣食 这个东西也不值钱 但是不是 嗯 它也是分版 有的贵 有的 有的 便宜 但是您这个 乱七八糟的 我又靠不动 嗯 现在重要的就是这一张车工了 这一些东西 这张车工啊 对 我再仔细看一看 嗯 其实来一趟也行 我虽然没说到东西 但是对你这些东西 你知道真假的 对对对 我觉得单伴你老师 你给我一个教训 不要花大钱买就行 这个也是不 应该是不对的 不对啊 嗯 买了一点垃圾 你像这个国辉啊 嗯 它那种油墨啊 你这样轻轻一摸上去 它有那种凹凸感 磨手 它里面是规整的那种 红白相间的 那个红是凸起的 白是凹下去的 你这样一摸下去 就跟那个砂纸一样 有颗粒状 我看这一张 那两张就是 它凹凸感是不是太明显了 我感觉 其实这一张做的还行 感觉跟针叉似的这个 这个凹凸感是不是太明显了 这个地方它不应该有凹凸感 这个 对 你看这个木的凹凸感 它应该是这种地方 就这个国辉这里凹凸感 国辉这个地方凹凸感比较强 它这个地方不可能太厉害了 就像那个钢印打上去的 应该是这个罐号 它在背面有凹凸感 因为它这个罐号 是打上去以后 它应该是背面凸起来一点 背面你这样摸的话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从跑这来有凹凸感 罐号没有凹凸感 一个在上面花纹都有凹凸感 对 它这种凹凸真的是 像那冲床压的一样 对 是不是 对 像这一张的话 有可能看颜色 反正你如果看细节 包括那有的人说 看几趟线几趟线 这种细节都有的 这一张属于高仿的 但是你说再看颜色的话 看细节如果有放大镜 更好看 模糊 不那么清晰 这属于经典的 这属于高仿的 这个里面那个红白格子印的 也是可以 我们就简单的看看 带着阳光看看水印 别的都看不出来 是不是 对啊 五星水印 挺失望 挺失望 不要忘了 就当着你学习吧 就这个 只能是说 你给你梅花 去欣赏 没事 欣赏一下 对对对 梅花大价钱就行 别了 我出这一根就行 不用了 不用了 那我就接着回去呗 那你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那你跑这么多路 没事